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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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因為你只看地茅 都非常有仙氣 這就是那裡的海底世界 那時候你是多少月去? 我們是… 嘩 應該是很冷 三月吧 因為我們是連同極光一起看 三月已經很敏 看極光 但三月是最好的 最平衡 不是二月最好嗎 即是有少許日光 看到日後的風景 有些晚上可以看到北極光 其實因為北極光長年都在 只不過你為何看到或看不到呢 是因為如果八月日照時間長 你就看不到 所以北極光最重要是看overcast的情況 即是雲層分佈 我們去到其實想追雲層 即是那裡沒有雲 因為冰島的天氣報告很準 說八點沒有雲就真的沒有雲 所以我們都很幸運看到北極光 但同時因為它陸地也有很多東西玩 我們就找了三月這個時候 就平衡到日照時間 嘩 你的暴光多久? 這個應該是暴了一小時 然後把它合起來 就是 B塊門是嗎? 應該是 用B塊門 用B塊門繩去曝光 好像是三十秒一張 三十秒一張 接著 二十三十秒一張 拍了六十五張 是呀 是呀 你看到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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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拍天象的 是呀 是呀 拍銀河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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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 你是否加FILTER 這個好像是 有沒有加在下面 我不是很記得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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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通常拍這些 就要做些抗光害 不過你又不會有什麼光害 這個就可能有些了 嗯 是呀 這個又是加了很多張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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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呀 你又M5D Mark II 又要16-35 是呀 加加了2K 我們自家有 所以整個車 自家有 沒所謂的 其實有 哦 這個應該加FILTER 因為這些光就太厲害了 其實是 是 是 哦 因為其實如果這樣拍的話 我還可以玩多一尾 就是玩那個Timelapse 那些 是呀 通常都是這樣玩的 但是Timelapse 那些呢 通常那個波頭 又要另類的設計 是 有些是 就是電子的波頭 其實它自己幫你數 其實是 當年我想沒有這些 科技 我們差不多2013年 很久了 是 那就是用那些什麼 快門繩 是呀 快門繩 它也有Timer 好像鎖住它 就沒有機器 是 這個就是 首都 這個應該是 Estonia 因為我們在芬蘭那邊 住 所以我們就去塔林 塔林 哦 就是這架破冰船 很漂亮 這麼厲害 整個太空艙 是啊 是啊 真的破冰 你看著它裂的 波羅的海 波羅的海 這個就是潛水 潛水 潛水 這麼冷的水 裝備上有什麼不同 和在東南亞的潛水 這個就很不同 因為它本身是冰水 它不是冰 但它是冰水 大概2至4度 你的人能夠怎樣 我們要穿乾衣 裡面是要充氣的 然後使用空氣做全體保溫 但是其實都很冷 因為臉和手都在水中 就好像在雪櫃裡45分鐘 因為我們的潛度45分鐘 裝備的話 就揹著很重 揹著20多磅 是否因為穿乾衣服 是會有空氣 會浮很多 對 我們要重複重 因為SILFRA 這個地方是一個國家公園 它就沒有車 所以你上了水之後 你揹著這麼重的裝備 要走15分鐘 試著20分鐘 才可以回到基礎 所以都很辛苦 而且那個是一個鋼瓶 鋼瓶 在水中會更重 所以是體力的考驗 但其實地貌是很漂亮的 但一些生物真的很少 就是看地貌 主要是看兩個板塊 看兩個板塊 對 這樣也很特別 沒有什麼生物 魚都沒有了 就是看地貌 有些很小 但你的身體狀況頂不順便 第一次去這些水質 有什麼感覺 真的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但一些都不冷嗎 冷的 但很興奮 因為從來未見到這麼高的能見度 它是全世界最高的能見度 水域 但其實你知道陽光也不是很厲害 不厲害的 灰灰暗的 但你是不是調高的ISO 其實就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應該是自然光 自然光 因為它的水真的很清 對 清度是 有些人說 如果你在那裡潛水 因為是18米最深 18米最深 就好像有位高症 有位飛近 所以真的很特別 這個是位於兩個板塊中間 就是一個在歐亞板塊 和北美板塊 嘩 特別 這件事 所以其實我們就在一個板塊中間 潛水 就是地下水 我記得好像是在 陸地上有什麼叫黃金圈 又是歐亞板塊 還有這個 雙壯 對 就是那裡 就是 高燈圈 對 就是黃金圈 我記得 就算有人去冰島旅行 就會走黃金圈 但我們就還到 整個島 一錢 其實你連同那個旅程 對 但當然 如果你真的沒有潛水 拍人不懂潛水 都可以浮潛 在上面 都是穿乾衣浮潛 這些團 KLOOK有沒有預約 應該有 真的嗎 在家裡KLOOK有 是不是 潛水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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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小潛水也有 有什麼Discovery 沒有Discovery 沒有Discovery 但只能潛水 只能潛水 因為你會處理那件Dry Suit 對 為何會不會很貴 因為我知道Dry Suit的保養 都很貴 它可以租 可以租 可以租 但我怕它連保養的價錢 會很貴 它應該是價錢 絕對不是 是多少錢 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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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貴 那你一次就5,500元 即是包了東西 包製衣服 OK 那是否半天還是一天 其實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對 那是否坐快艇還是怎樣 不是的 我們剛才在國家公園裡 你要走 坐破冰船 不是,走下去 走下去 但最慘是你上水之後 它沒有車給你 那不是冷到瘋 對,我們上水的時候 就是下雪 對 你上水的時候很嚴重 因為會濕 對 我其實已經沒有意志 想玩第二個錢 但它迫我 它迫你嗎 沒有,因為是給了錢 給了錢 我覺得也是值的 第一個錢我只拍了影片 第二個錢我想拍照 如果你沒有發燒就OK的 但我覺得也是值的 你去到 很漂亮 這個地貌也很漂亮 也是 也有考意志力 你完結了第一個之後 然後你 哇,冷到瘋了 你上水那一刻 然後還要走下去 還要背這麼重的東西 對,這麼重的東西 對 你沒有辦法 但是給了錢 對 那個就是 在錢那裡來的 其實是 那個意志力 因為窮 對 給了錢 就要錢買去 真的很漂亮 你這次去這個冰島 你去了多久 我們去了十二天 十二天 是的 但是因為我們很多都是住民宿 民宿 所以我們自己住的 民宿 還有我們去的時候 冰島的時候已經破產幾年了 因為冰島以前 冰島破產 不是你破產 我也破產 就是有破產 因為之前的人說 冰島很貴很貴 這個要看時間 你也知道 2013年 如果你今天開啟 就是2009年 2008、2009年左右 就是那五年裡的事 我們都跟當地人聊過 他們以前是北歐的大佬 因為他們很有錢 冰島貨幣 貶值了人贏 在五年間 我們都跟當地人 而且冰島人很囂張 他接待遊客的態度也是這樣 你不玩就不玩 是這樣的 可能因為他們真的很有錢 但是那五年來 就令到他們 他們國家銀行破產 就馬死落地行 對 沒辦法 他們的薪金都變回五分一 所以我們都認識那些朋友 都說沒有啦 都不能出外旅遊 只可以留在國內 自己開車就算了 嗯 所以其實自己煮食 加上國民宿 就一點都不貴 你怎麼找的 這些團 這個其實 他只有一個operator 因為是國家公園人 是不是去之前 你是去冰島之前已經佈定 叫什麼名字 SILVER SILVER 這樣 SILVER OK 都比較少聽 通常去冰島 但你這次的旅程 如果你們兩個人加起來 有沒有用到 應該不止三萬 不用 不用三萬 我想最貴是潛水 還有去冰島的旅程 冰島 冰島 現在就普通一點 我們去 我看到KK Day 我們去的時候 剛剛新的旅遊 有沒有行冰島 沒有 因為快要溶 所以不讓人去 是嗎 對 因為它很流行 Glassier Walk 對 沒錯 但那個就因為我們 季味 那你可以坐破冰島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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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起碼 其實是 不錯的 通常 如果你說 你玩這些 潛水 俄羅斯 有沒有 俄羅斯 有 白寧海 還有俄羅斯 白寧海峽 對 其實對面是美國那邊 美洲 白寧海峽 對 但是那裡 會近 一點 最初名就是 貝加湖 就是在芬蘭 貝加爾湖 對 他們最初名是 是西伯利亞 貝加爾湖 對 他們圈養了 小白寧 內陸湖 是不是貝加爾湖 貝加爾湖 貝加爾湖 有小白寧 他們會圈養了白寧海峽 有的嗎 對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以為你內陸湖 通常都是 我們很避免 因為它是捉白寧海峽 然後被它觀賞 這樣的 這樣的 真的不知道 即是基維蝦 這樣搞 就是當它基維蝦 小白 我們就避免了這個 本來也想玩 但好像不是太好 其實是聶旗而已 對 不過沒關係 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 我們講到哪裡 進化島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夠遠 化身當飯食 我們最積極 HK編能 我是劉世良 有的 有的 你 又